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2024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倒数 苗栗县选委会进入最后整备 1月10号以及11号两天 在巨蛋体育馆典礼选票 派出警力借户 选委会统计全县选举人数 44.7万多人 手头组共计有6000多名 核对选票内容数量 因应1月13号大选 苗栗县典礼选票作业 在巨蛋展开 1月10号到11号 是我们苗栗县 这一次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 选举的一个选票的一个 典礼的作业 那么18乡镇市公所 他都派人来我们巨蛋体育馆这边 将他们所属的一个选票 领回去保管 那么在1月13号 这一天从上午的8点 到下午的4点 我们正式进行投票的作业 苗栗县选委会统计 今年投票人数总统副总统共计44万7,767人 收头组人数6000多人 典礼选票作业将分两天进行 现场也派出警力接户 今年县内不论是总统区域立委选情激烈 民众投票时也得谨慎留意 依照各身份别 我们每一个选举人 最多是可以领到三张选举人票 那么分别是总统副总统 不分区的政党票 以及区域立委 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个立委的一个选票 那么因为不同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类别 他有不同的一个选票的颜色 所以我们所有的选举人 务必要看清楚你的选票的颜色 投入到他所相对应的一个票柜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你的一个选票无效 1月13号 携带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单 才能完成投票 选委会也呼吁 踊跃投票 珍惜民主